可是如果说你本来是文字转换为数字的话呢 你本来是文字转换为数字 那就是数字 所以两边就会match 好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这边现在VL之后 来试试看这两个现在的值 那我们现在没办法看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诀窍 就是说检式里面有个叫做 叫即时运算视窗 我现在如果说想要知道什么呢 想要知道VL之后的结果 这边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文字对不对 然后呢把Ctrl C 后面加一个问号 空白加一个Ctrl V 这个问号就print 我要执行里面 到底现在里面是放什么东西吗 我现在不知道对不对 那我想知道的话呢 按一个Enter 因为现在游标放上去 它不会显示啦 不会显示那就换另外一个方法 即时运算是按Enter 变成4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来试试看 这边两个应该也是不会match 这样的话就会match 有没有 这个两个 现在把这个 我这边直接 3现在里面是什么 3对不对 那4里面是什么呢 也是3 所以两个match 那利用Val 就是可以把本来里面是文字转换为数字 那这样两边就match 就不会有刚刚那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不一定里面一定要放的是 数字或者文字都没有关系 那这边可以把中段点取消掉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多一个Val函数 那如果想要进一步看那个说明的话呢 可以从说明里面的这个 Visual Based说明里面 找一个Val Val 搜寻一下 其实我记得像Vb里面 我都会用另外函数 叫Cint 在这里应该也是可以的 我试试看 Cint 这个也可以 Cint 或Val 两个结果都可以 只是说很奇怪 在这个说明里面 他好像没办法找到Cint 我按F1看看 可以耶 在这边 另外一个方法 在Cint上面按F1 也可以跳出说明 那这边的话呢 叫做形态转换函数 C的话就是应该叫Change的意思 你要转换为int 就是Int 就是数字就是Cint 那如果你要转换为其他什么 Cstr 就是转换 如果说转换文字就是Cstr 意思类推 这里的话画面还给各位试试看 就是加Cint 或者是Val 都可以 两种方式